早上8點大批港警突然現身支聯會副主席 鄒幸彤工作的大樓將他逮捕 隨後包括支聯會三名幹部 梁警衛 鄧岳君 陳多偉也全都被帶到警署 根據港媒報導 這次港警逮人是因為支聯會沒有在期限內 提供組織成員名單 時間拉回7號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 因為否認警方指控組織是外國代理人 裁刊多名幹部到警察總部致送回覆罕見 拒絕官方之前要求得在7號之前 提供支聯會成員名單和財務資料 當天包括特首和保安局長都對此 提出警告 任何人如果是公言公開話 他一定是不會依法律 我覺得他不可以稱自己為一個公民社會的組織 支聯會和官方槓上不到24小時 多名幹部就被逮捕 根據香港法律 如果支聯會繼續堅持拒絕提供資料 最高可判處罰款10萬港幣和被關6個月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